好了,那首先我來講一下 其實呢 其實有很多時候自知院校就有很多間的 我們數了其實 雖然十幾 其實好像有接近二十間 如果我們將BTC拆散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好像一講自知院校 或者我們一講富豪位 就很自然地就會數那幾間龍頭的學校 例如Ivy HKCC HKCC就是科尼的 科尼科學 香港尊常學院 那個名字叫做 另外就是科尼Space 我們叫做泰國人學校 Space 朋友都不說 小泰國營 泰國營 因為這個就是坊間的小朋友 這些同學經常都自己改的 那另外還有一間是BUCIE 那待會我都會講一個BUCIE 因為我都曾經講過 UOW 以前就是成大的專上學院 不是說名字 是賣了一個 自成的家 虎龍江 現在地鐵都見到他們說 他那個筊是在澳洲 是澳洲的大學 他以前的名字很聽一點 現在叫五輪棟 以前叫 臥龍江 就是他在譯法上面 因為以前樹人就跟他合辦了一個模式 那麼他譯法就是臥龍江 那麼現在他突然變成五輪棟書院 那麼 每個舊人聽到就覺得 為什麼講到這麼密集的呢 現在我名字好笑 我不知道 以為是他人 是啊 賀龍江就好聽一點的 我譯法 那麼anyway 那麼那間的現在都 額立在香港 那麼 那麼成大就沒有副學位了 現在就給了他們做了 那麼除了這些都可以數開的 但是其實原來還有的 還有我們這瓶子 這瓶子是 這瓶子現在就 你們副學位教得很出色了 現在是 沒錯 主要是hi-dip那邊 還有hi-dip 我差點想說魏進不是副學位 早幾課我們講過魏進 Lipis我們請了我們另一位同事上來 講魏進 也是Lipis 那麼我經常都說 都大有一樣東西很好 以前open world有一樣東西很好的 就是可以一條龍升學 一條龍服務 是一條龍服務 那麼現在就都可以的 都可以 不過他在Lipis的學生 他那個越來越瘦 就是質素越來好 業界認可 業界認可 因為我們很多同學生 進入設計 時裝設計 他出去變升 他都未必是完全升學的 因為始終hi-dip那邊 我們Lipis的定位都是 職業道向多一點 但是當然了 現在那個世代 大家沒有的DV都很難解決 所以都升學多了 現在都會開始越來越多同學會升上的 因為至少 現在其實是有一個ad declaration path 稍後我可以獎勵到一點 至少我教過的那些學生 由藝俊升上的那些 很多都跟著後來都升了DV 還要不只是 在都大元後升 那證明其實那個課程都搞得不錯 沒錯 那首先不如 就是因為今天那個 黎博士負責的那個課程就特別的 其實也是 都是 剛好就是 適合到我們的主題 上幾天我們其實都說 現在整個的 學界的趨勢 剛才不是只講專科 而是講一個所謂的跨學科的研究 還有跨學科學習 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有很多的科目 你看完之後 其實 他不像我們傳統那種分科 有似文有似理有似商 好像是混雜了一個東西 而自知院校因為他 受這個市場導向 他更加接近這個時代 所以就很多這些的課程出來了 那所以今天就反而主要就 找了黎博士來的課程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是見到 其實現在的時代趨勢 特別一些新興的課程 他們是怎樣跨學科法呢 那我因為他那個課程就很特別的 他是不受這個 應屆的同學 去補名的 是的他只是 只是給副學 其實我們都是其他的 有其他的 但是你那個 你那個就是特別給副學位限制的 所以我也都 是的我也都先講了 副學位是什麼先 因為 副學位那個問題呢 其實這麼多年來呢 都很多 人有很多誤解 其實可能就是早幾年特別多聲音 現在越來越少 那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首先講了 我講副學位 不是講副學士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統稱 副學位其實就是包括了 副學士 和高級民憑 而高級民憑呢 在有一些的課程呢 他是受政府資助 而更多就是自知的 那當然他完成了那個課程要求之後呢 就可以銜接上去學士學位 那銜接是由幾年 第幾年開始讀起呢 就要看回 那間院校 他那個requirement 和那個學生的成績去決定的 那有一些就 真是 現在 例如現在大學是四年仔 那有些的課程呢 就喜歡玩二加二的 就直接 你讀完兩年的 副學士或者高級民憑 可以直接銜接入 去別人的地區的第三年 那當然還要對科 那相反呢 就是說 如果呢 你 不是對科的 但是你成績不錯的 那可能有機會呢 是會去了這個所謂的 year two 或者甚至乎可能都照修理EFB 但是要補回少許科 都有 那也有些就是說我照修理 不過呢 就是他會去一年級 因為可能你成輝未如理想 都是 但是仍然都想給你機會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年級 那其實我都是副學士出身的 其實 那我 就是有些家長聽了我這麼多課 都聽過我的故事 其實我那間已經倒閉了 但是又在學問 維里道 就是維里道分校 現在是創製 現在叫東華書院 東華學院 以前叫中大東華 是的 那那間就 不能叫做執的 分開了 但是也是 其實副學士 我那年讀的時候呢 我講個時代 應該這麼說 那個認受性真的是很慘的 就是經常被人說 他是 野雞啊 或者是甚至乎其實是 政府搞出來 都是為了降低青年人失業率 去做 跟著所以其實沒用的 讀來 不知道讀來做什麼 那這個在那時候很多聲音都是這麼說 可能你也聽過 我們那個年代 那但是 十幾年來 那其實 隨著這個副學位 升學那個人數呢 其實都越來越多 還有呢 其實那些院是都開了 開多了很多銜接學位 出來給那些同學升學 那變了呢 其實開始呢 這些聲音就少了 開始就 當然了 如果有一些的 同學仔 他去看 年燈 不會看高燈 年燈或者某些討論區呢 可能仍然會有很多網民 網民的聲音呢 都會在這裡說這些東西 那那些是什麼網民呢 其實大家要留意 我們之前都講過了 不是人講你信 那些 網上有很多奇怪的聲音的 都真的是 那麼 好了 我先看一下 按下去先 好了 那其實呢 經常都聽這副學位 我先看一下 Hideep Soul的分別是什麼呢 早幾年其實都講過的 要補充一點點 我就整個表 其實呢 主要的分別呢 就是一個課程結算的問題 那麼在副學士最先的那個 的設計裡面 其實他跟美國的那些社區學院 就 其實他拿了美國的那些社區學院 的idea過來 那麼基本上呢 他就是 為什麼叫副學士呢 就是因為 等於讀了一半大學 那麼他就好像讀了頭兩年那樣 然後就給一個另類的升學途徑 啊你讀得好啊 其實你有潛質 都是讀大學啦 所以其實通常是給人去升學用的 那麼所以其實他在那個課程的結構分佈上面呢 有我們叫做一些generic skill 就是其實 仍然叫通識啦 通識訓練啦 其實當然他的通識就不是我們 在DSE裡面經常講的所謂通識啦 而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思維訓練的科目啊 又或者是 不是你本身主修科目以外的 對不起 不是你本身主修科目的那些知識 其實他都叫做通識的 那麼所以這一部分的那個課程的比例呢 其實佔了六成 那麼然後呢 那你自己本身主修的那一科或者專業的技能的訓練呢 那裡就佔了四成 那麼其實為什麼要這樣設計呢 就是因為等他們等同學上去升學的時候呢 他就容易跟大學的不同的課程都可以盡量接軌 那麼還有呢其實現在在大學課程的那個結構裡面呢 頭兩年都不是一些專門的人的訓練來的 或者他的主修科的訓練來的 很多時候也是一些所謂的通識的科目比較多 那麼這個也是想希望 但是希望可以用一個傳人一點的發展的 的概念去培育學生啦 讓他試多一點也都可以讓他知道多一點 不同的東西啦 那麼但是高級文憑就很不同了 高級文憑呢其實是反過來的 在這個設計裡面呢 就是說他專業技術訓練是佔了六成 那反而其實就是說四成就是那些的generic skill 那麼在這個部分裡面呢其實我覺得是 現在有一點點教育學 因為在以前呢就是我們一講high deep 最出名的那間就應該是 Ivy啦 也是Ivy啦通常呢 其實Ivy 那個文憑我不想講那麼多就是因為很多的中學 一去搞升學的講座啊 或者是甚至乎 一找人去幫他去搞升學的輔導的時候呢 很自然的老師都是叫那些學生去Ivy 又或者甚至乎是那些的機構都會叫他們去Ivy 那清協也跟Ivy合作 那所以Ivy那件事我就不講那麼多的部分了 那我想講一下其他的high deep 因為呢在Ivy的high deep其實就真的很就專業路線 或者是職業的道向的路線 但是現在方家開了很多呢 我形容為另類的high deep 例如心理學啦 就是漫畫都 設計那些都是high deep的 但是有些是因為language那邊的 不是不是 可以看到fashion design啊 interior design這些 以前呢反而是 繁疊到 就是現在升了他的 現在升了他的high deep 現在是升了他的 沒錯 那另外甚至乎 但是有些像你所說的心理學生 心理學生真的不會 這些是阿蘇的嘛 阿蘇的就會變成high deep 不要說我想講 小弟讀的history 都high deep了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在 中大現在的專業進修學院 他搞一個high deep 有歷史學的high deep 是的 這個我們就說了 其實現在是開始時代不同了 任何東西都會 盡量去可能真的走向告訴別人有職業的 就是有公開的這樣 於是乎就不是只搞負荷史了 有些人文學科以前 本身的道向是思維訓練多一些 但是現在就變成好像 他都會加多重職業的部分 讓他變成他一些 又去吸引人來讀 沒錯 都會是這樣 好了 其實這個課程其實很有趣的 這個部分可能之前 人們都講 都看過 其實這幾版 其實我又再拿出來 你會見到其實所謂負荷史 我就用了寧欄來做例子 其實負荷史的讀法 其實為什麼會跟大學一樣呢 就是因為 他就好像 都是有一些所謂的課堂的分數 %的分數 Essay的分數 甚至乎都有考試的 但是當然也不是科科有考試 有些科沒有考試 有些科就主要是寫 paper 完了去 就來計分的 有些就用考試 最後考試來佔分比較重的 還有你會見到就是說 他也是分了13個星期左右的課堂 那當然第14個星期 其實是一個revision 就是 通常那些 要是老師教不完東西 就拿來補貨 有些就是用來溫書用 甚至乎如果有些家長 可能你發覺自己的小朋友 為什麼突然間中間不用上學的呢 說reading week 是什麼來的呢 為什麼 這個就是大學裡面那些課程 經常都會見到的 就是中間有一個星期 其實可能會 會突然間是自修或者自責周 原意就是給他們 有個study break 停一停 停一停 當然其實是有事情做的 溫書 或者是會有一個自責的習作 有一個自責習作給他們 有機會是這樣 就是看回老師究竟 給他做什麼 其實就是 完了 已經十幾個星期 然後就完了 下一個社會就會讀另外一些東西 我另外就特別拿了兩家 都在本地比較出名的 搞這個10 degree 的學校來做例子 就是這版也是有些朋友都見過的 那其實因為我 我是負責教歷史 這兩家都是我有教過的 那其實你會看到就是說 例如以 Ning U為例 Ning U其實他那個都是 一個所謂的草學分的形式去 去讀 那你看到之前我都說過 其實跟大學很像的 因為大學都是一個草學分的形式 去讀書的 而且你留意一下 其實有很多的朋友會誤解了 讀大學就是說你要聽書 你要老師 就好像中學那一套 老師說什麼你要做什麼 其實這件事情在所謂的 學院 到大學其實不是太鼓勵的 反而其實就是想 這些學生 都不是小朋友了 因為已經不當他們是小朋友了 想學生多些思考 因為身體大過兒子 其實也 就算你說入學的時候是十七歲 畢業的時候已經成年人了 就算是科學士裡面 其實是畢業已經成年了 其實是不行 是未畢業已經成年了 其實也是 你對 所以變成其實 你當作小朋友這樣是不行的 而反而我們是想 就是一些學院 或者大學 他想提供一個比較自由的學術環境 讓他們可以多一點的時間去接觸世界 或者如果他真的喜歡讀書的 也都需要一個自由的環境 給他們去了解他們的課題 去思考他們想 就是喜歡讀科目的課題 所以其實有些你會發覺就是他的課程死的 例如說 一樣 每間學校都是 一定是有一些叫做 我們叫必修的科目 例如中英文一定是 因為有所謂的中文傳義基礎 上到大學那些就是有一科叫做大一國文 或者叫做 我們現在是大學校 是的 那些一定有 其實每間學校都有 英文也是一樣 特別是 為什麼有讀英文是什麼英文呢? 特別寫明是學術英語 其實名字不同 性質應該是一樣的 就是教你寫什麼 其實就是教你用英文 用語言 那如果用英文之外 最重要就是要懂得寫一些我們叫做 academic規定 因為呢 寫論文用的英文呢 就跟平時我們講的英文不同 而這麼多年來呢 我都搞不了 哈哈哈哈 老實說 我們現在甚至有科 什麼創業家 這個leadership 就是 領袖的 就是 教學生怎麼去 這個project 都是用英文做的嘛 是的 都是用英文做的 那這些又是 又走向一個所謂的professional English 的那個層面了 所以英文其實都 很多東西要學 很多東西要學的 其實應該這麼說 這也是必修科 必修科 對呀 也是必修科 所以應對新時代 那我做一些很有趣的 例如說 我們叫資訊科 資訊素養概論 其實就是講資訊科技 就是ID 不同學校的名稱不同 但是 那個內容其實大同小異 我很記得以前我們 我讀的那個年代 十幾年前 那幅IP學 大家同學什麼呢 按鈕開電腦 大學啊大哥 按鈕開電腦和教育 Mouse 幾十年前就 幾十年前呢 十幾年前 十二三年前左右 可能也算是有 其實那時候大家都懂得上網的 那個年代 其實現在好像課程都 現在因為你這個世代你不可能生活是一個不適用資訊科技的 但好像有些 據我所知有些老師設計的過程都就是這樣 是啊 真的糟糕 是啊 但是就是必修了這些 好了 什麼叫主修呢 你要留意 必修和主修是不同的 專修是不同的 例如說以History為例 那其實他就真的是主修了 就是跟History有關的科目 再加一些他學院裡面給他的選修科 那就二十四個學分 那另外呢 剛才我所說的所謂的通識的課程是什麼呢 就是說在選修科裡面 再選 再選 一定的學分 出來讀 那有些呢其實是 不是他專修的東西來的 例如企業社會責任這些 那這些很明顯是商學院的東西來的 但是他們可以選擇的 或者佛學概論這些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哲學那邊提供出來的課程 那多媒體 資訊科技那邊 Multi media 那有認識不同的課程 那我們看到浸大 浸大其實他就很緊貼他自己本部那個 浸大有副學士 還有全英文也同意 是啊 但是你會發學一些東西呢 雖然轉用英文 其實也是大同小異的 就是一樣有所謂的 專修科目 但同時也是 有些叫做什麼 例如像這一格一樣 現在打圈這一格 這格就是英文學習學習學習書 剛才所說的 跟旁邊一樣 另外有些什麼呢 這個很有趣的 專業 communication 又是你剛才 可能就是你剛才所說的那些 職業計劃以後的 類似那類 其實你對比一下 其實這些自知遠考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不一樣呢? 其實又不是 但是當然他們各有特色 例如你看LingU這樣 其實他的學分好像收少了 但是其實他另外還有 一些我們叫做 聽講座的分數要吵的 那些要聽足才跌不倒業的 那可能他有兩個學分就去了那些位 那也不用考試的 但是要聽就聽下去了 那另外 例如說每一個同在history 就是BU就是以香港思維中心 但是LingU就是全面一點的 LingU那個Live那個就是全面一點的 那另外我知道 例如說好像Kongu Space那樣 Kongu Space他們那個課程就更特別的 他也是好像跟Kongu那樣 其實頭一年呢 就不要你這麼快選主修 通常他一進去就是先選了那個faculty 文學院 或者是選文科 或者雙方理科等等類似的選法 第二年才開始做一些叫專修科目 或者主修科目 又等你再去升學 那其實同學在選這些課程的時候呢 就很特別了 因為第一就是 你如果假設 就是選了負學士 或者high deep的同學 他本身都可能成績 公開試的成績真的不夠分了 例如理想那樣 那但是不是就代表 死了一條 或者一定只能夠 要不就high deep 要不就repeat呢 那很明顯不是的 就是我經常覺得就是說 只要你去看多些資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 出路是很廣泛的 第二就是說其實他 就是現在的副學位那個升學的條件 其實是越來越好的 但是我當年呢 他的銜接學位呢 就真的是 哎? 是嗎?是出路鏡 你先退一點點 是 我當年呢 那個銜接學位 他其實可能 有些科真的只有一個 比全港的一個 就是你那些副學位的畢業生差分頭 不是的 但是現在就不是的 現在下下都 開幾個到十幾個 很多人選的 我不少的 Ling U的學生升了上CU 是的 還有BU 不要說Ling U 就是Ling U這些本身是 管著大學排的辭職選手學員 你甚至乎是其他很多 譬如說 講專 或者是其他一些 細小小規模的 high-end provider 其實他們都有 成績夠就有了 成績夠就可以了 現在是多了 因為政府都肯給錢 我們說什麼成績夠呢 也不是說 我們叫四分 有些學員才是四分 四點三分 五分的職業 其實什麼成績夠呢 其實也不需要說 我要三點八 以前我們就說三點六 文學要三點六 雙學要三點八 可能你要入三大再高一點 譬如說以前 如果你要入四大 其實說你沒有三點八 三點九 你都不用立 現在其實很多選擇 因為已經 你說我真的 什麼叫成績夠 可能其實 2.7 2.8 都入到大學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反映一個現象就是 其實 這麼多的家長都不需要太過分擔心 譬如說 兒子女女 DSE 真是 可能中英文不小心 有一科 容易了 那就十分極致擔心 以後會不會 沒有工班 沒有飯吃 絕對沒有這個 還有我想最重要的是現在的職場 沒錯 在外面的職場裡面 因為太多 即是越來越多 不要說太多 越來越多 這類的畢業生 沒錯 有經科學位圖競在上U 甚至本身不是三大 自資院校的畢業生也有很多 所以是不是真的就會被人歧視 又不能見得 反而其實他們慢慢地 也有很多師兄師姐 投身職場的時候 其實那個也看到 是有飯吃的 反而 反而調轉 反而其實我們過往也有 跟很多老闆溝通 即是我們的工業企業 因為其實他們也會問我們 拿同學去做音響 是 反而 feedback 是 三大的 即是 現在可能五三大 三加二大 二就是Poly City 的同學 Jopas 反而出到職場的時候 那個工作能力 會不及我們 對 那個表現 不及我們自資產的同學出來的時候 這麼難得 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訓練的 focus 怎樣呢? 其實跟二加三大 是有些分別的 根本上 我舉一些例子就是 其實因為我們八大 可能特別是二加三大 Poly不算 Poly本身有一大部分的 都是職業導向的 但是其實 特別看到的就是三大 比如說加上City BU 這些大學 它的課程設計其實是很學術導向的 什麼叫做學術導向呢? 就是在於 可能分中 同學在一個四年的訓練裡面 可能不需要有 credit barrier 的 internship 就是他們不需要說 我現在科要出國做委訓 甚至就算有也好 其實可能是 就是簽回來就很容易合格 那種東西 而課程設計本身呢 是會想同學仔呢 大程度上包羅萬有多些 是更向學術那邊的發展呢 是為了未來鋪路他們可以繼續升實事 升博士 所以是升博九月的設計 變相呢 在那個訓練上面 就會沒有這麼貼近我們行業的發展 還有本身三大 特別是八大那些 它要改課程內容 都是需要一個比較多重一點的考慮 還有 就是那個 更變的年期都會比較偏長的 那麼我們是比較偏短 以及我們是比較快 可以適應到那個 時代的需求的 那麼變相我們 因為我們就特別緊張同學仔的就業率 不止就業率 還要是說他們出來找不找到人工高不高 我們是特別緊張的 你一點看 現在的數據去看 其實是 智智院學畢業生的資料出來的 真的不差 不低的 譬如我的科程 稍後我也會說多一點我的科程 譬如我的科程 去年的 就是我們的畢業的數據 做了文權回來 那麼 那個範圍呢 那個範圍呢 最低的同學仔都找到 最高的 我們回來 最高的同學仔是找到 就是一出來 畢業第一份工 是找到23,600多 那麼這個是一個非常之 就是叫做 decent 的造成 我記得我讀書的年代 找到 就是freshcard 找到一個二萬多的都真的 可能是科大 google business 這樣 就是環球管理學 這些 文學院社科院的畢業生 其實是9100多 是9100多 就是狀跡 狀跡 我們那期就要是經濟低迷 是很低 所以現在 就是我們去年都很鼓舞 我們拿到一個畢業數據 其實都是非常之好的 數幾場我們的講座 可能 應該好像是 Dr.真 商學院那一場 我們都有給了一些數據 一些家長看 我們都見到其實 醫院後的畢業生 他們的Sharry 其實現在都說 平均都好像差不多 都是來個range那裡 都是說十四五期的系統 而且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創意的藝術學系 就是我都未跟大家講 我們旁邊的畢業生 你那個龍頭 對 那個就是很誇張的 就算我們旁邊的science tech 他們那個測試 他們做的化驗 那些其實都是 就是畢業的那個數據 其實都很可負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想真的不用這麼緊張 是 如果我們去看分醫出路的時候 反而我就說 想跟一些朋友說 你選擇科 不選學校 這才是重要的 因為你要選一個適合自己的課程 你才可以再升職 因為其實 副學位是一件很 我認為是夾心階層 我經常都可以分享多一些 一些比較 就是我叫做 negative 少少的例子 就是 我現在講的 譬如說 就是都知道 那麼多位 就是家長朋友 其實都很 就是一定是的 就是我自己如果有兒女 我都會這樣 一定是你入到三大 入到八大 甚至乎你之後 就算一個不幸運 要讀副學位的 都想 都想這些子女 入回八大 我都收到不少這些個案子 因為始終名氣 八大 怎樣都是好的 這樣的感覺 就是我不是賣花賺化去 但是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到 特別是 要需要 DSE成績不太好的同學 要出去讀副學位的同學 反而其實我們會覺得 他們未必會 真的適合八大 那個學習環境 因為很老實的 就是 JOPAS已經成功 入到八大的同學 他本身一定 有自己 某些能力 又或者他中學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受到適當的老師的體夢 有培養 就是欲不得不成棄 他可能已經是中學年代 已經成棄了 這樣子 那這些同學 其實他去到哪一間大學 他都是由孕至於的 讀書 OK 但是其實我們也會 就是我自己也教了 就是副學位 都有 我之前也有教了副學位 那 都看到其實 不是說所有副學位的同學 都一定是差的 都一定是不懂讀書 其實不是的 其實就是他未遇到一個 真是會 適合他的學習環境 以及未遇到一個啟蒙導師 去教他實際 真是怎麼讀書 那其實我們也會經常跟一些同學說 就是說 你要再三思考 究竟你讀完副學位之後 你是真是會想 幾件事情 會想是 做一個 即是會想以後真的做到一個好的工作 還是還是我真是為了 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終於是我爬了一百大就算了 其實那個差別就是在於哪裡呢 其實八大那個學實環境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叫做UGC的原校 professor 其實跟同學的距離 往往是比較遠的 即是很老實的 因為 professor 通常在大學裡面 教授們都是除了教書 可能一年教一兩科 又要做研究 然後其實他們大部分時間是做科研為主 所以他們 我們讀過大學大家都知道 他們其實是 譬如你想找教授 很難的 你要預約 敲門不在 你 他們是不會 逐個逐個同學去關注 很 individually 給予很恰當的指導 以及很殘荷的事情 就是特別是三大 一些比較 我們叫做精英主義的大學 是真的 大家是互相去鬥拼 資源往往都會傾斜在一些成績比較好的同學 以及那些指導都會傾斜給一些比較好的同學 所以就變相 一些成績比較沒有那麼好 或者需要深層指導的同學 其實出來的讀書的結果 往往都會比較差 反而進入了我們自知院校 我們那個學習的環點 因為我們不是研究道向的 我們都會有科研 但是其實我們更加的是教育道向的大學 我們會叫做 我們教授U 我們教授U 是的 那麼我們老師 我們的教授們 花在教學上面的時數 的時間 一定是比UCC的軟校為之多的 我們是會 繼續聯繫我們的同學 我們會關心他們上來 讀不讀到 還有我們的課堂 都是會偏 就是practical 除了理論之外 除了要教理論之外 都會有很多 操作實質操作 手把手 這樣的教學的模式 那麼 所以我們的同學通常 通常feedback 都是在 我們這裡會學到的東西 會一定是 在比八大的時候 他們自己學到為多 還有更加就是 選科的問題 進入大學 都有很多選科的問題 就是我們同學在 聖童末的時候要選科 那個科可能就是 我選哪一大學的學士學位 或者我選哪一副學士的學位 副學位的學位 那個選科 進到來 其實剛才也說了 我們有很多的選修科 是需要同學選擇的 自由選修 自由選修 其實選選修科 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 選什麼選修科 是對於同學自己發展有幫助的呢? 對於未來就業的發展有幫助的呢? 可能在UGC院校 他只可以問一下師兄 對於同學 通常同學選擇的標準就是 很歸 對 哪個教授叫很歸 沒錯 但其實他們不會想 就是說 可能某一個課程對於我日後的發展 會更加大幫助 其實難歸一點 我都應該要讀它 你問我呢 就是我們的教育經驗都看到 真的很少同學懂得這樣 他們經常都會 要用到的時候 輸到用時 就會方向 其實真的很少同學會這樣去想 我career 就是所謂career planning的問題 這個 他怎樣選擇課 就是我以前是有一點 有一點包吼頸 他選一些真的 我發展有幫助的科目 大難櫃 對 難一點拿到好櫃 你說是不是會很高分呢? 一點點 但是真的 因為我選擇課就不看成績 但是我身邊很多同學都就是 就是要幫 那個老師其實 是會派歸的 即甚至他是真的不教書的 就是會有這樣的老師的 在一些學校裡面 但是 所以其實 我剛才你說得很對 就是說 寺師院校裡面的一個特色 就是 那些施生空間會比較尊重 沒錯 而那個尊重當然 除了是教授你為主之外 我也覺得空間 空間 其實真是很老實說一件事 真是小的 是小的 相比起一個山坑的重大 是一個 半個海邊 半個山腳的波大 還有一個半座山的廣大 是真的小的 還有寶馬山那間都是小的 但是很老實說一樣 很多的小朋友 即是真的我要叫小朋友 中學生是真的問題 或者有時候他們上網看 就是經常都說 某些自知院校是中學 這樣 太小 我們還沒小到中學 其實真的都大 都大 都大的 但是我想 都會很自然拿過那些校比 是 就經常覺得大學是這樣的 那就變成了好像這三間自知 一定要有座宿舍 是的 就 就變成好像是中學 或者誓院校 但是很老實說 你用得了資源才跟我說話 是 就是我 我們整個塵口 你讀完四年都可能沒進去 我自問我在三年樹人的生涯 我是真的用盡他的資源 但是我身邊很多人說小的 其實是沒用過他的資源 就說小的 是的 甚至乎我心想你讀書的話 我給你一間哈佛你也沒用 就是如果你讀得不好 你就是來嘻嘻的話 身邊是很多這些 這樣的人 真的 那相反 我就回到這裡先 我們待會再講 是的 那其實因為 剛才我們講了很多聲學報警 但是副學位的同學 聽到我們 剛才聽到我們這麼多的出路 其實還有特別我想講多一點就是 就是說 我們都叫做在這個職場打 打了十幾年 嗯 其實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你現在 就是有些家長經常會覺得 一定要去到明派大學 說你不要說三大了 八大才叫做得人認可 那其實我們都見到已經不是了 因為這個是第一樣的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就算你 其實反而你真的要選一個好的課程 或者適合自己的課程 去發揮到那個學生的能力 嗯 那其實反而他一個更好 甚至乎就算他在辭職院校裡面 就算他在辭職院校裡面 所以就算在辭職院校裡面 好了你真的不出來做事了 甚至你想再 further study 我們叫做想研究院 去加好些學校 甚至可以升學 行不行呢其實都可以 其實都很多例子去 給我看到就是說 你樹人也好 都大也好 恆大也好 其實那些畢業生其實他一樣可以去有名牌大學收 那這個就是那個學生去找到方法去發揮自己 我已經有畢業生收到Poly的Master的offer 是的 就是我們這裡的畢業生 去年 其實我知道很多都有港大中大 甚至乎是真的有新的那一項 而不是只讀那一項 但是今年樹人也出了一個去康內爾大學 就是常春藤 那一項 我是真的有學生 是交了學費的了 那這個真實例子來的 就是不是我求他編出來 是真的有學生 我們派了offer給他了 他交了學費 那是一個high-deep的同學生 升上來的 Ivy的同學生 那他 過到來上了 好像沒有上課 他交了第一個學期的學費 然後呢 那我問他 因為都有一些是同一個program的同學生認識的 那我問他一些 去哪裏 去哪裏 他們跟我說 他收到City的offer 那樣 那他就不會出來的了 那我也沒什麼所謂 祝福他 那始終 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那怎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 我這班同學生立畢業的時候 那我跟他們都熟了 那些關係都很好 我們都帶他們回到這個project 他們告訴我 Williamsir 你見不記得 當年有一個這樣的同學生 他有後悔 他說在那邊 都不知道讀了什麼 完全 他說聽到我們這一邊的教學 和課程 他覺得我們這一邊是很吸引 而且他很後悔當初 沒有留在我們這個課程那裡 為了去辦大樓 那所以就是 其實都是一個很solid 活生生的例子 也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就是 看看同學生 或者家長 其實同學生 對同學生也會有影響 就是 其實我們都要再三之後 我們想同學生 兩年或三年之後 會得到一個什麼的未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 其實 究竟是拿了一張 就是拿了一張名牌大學畢業 然後其實 好像沒有讀過大學 他出來還要慢慢摸索的人生 還是其實可能現階段 講現階段 是拿了一張 不是這麼明牌的大學畢業 但是他真的可以在這裡 可以進步到自己 可以摸索到自己 以後的路怎麼走的人生 而未來出來要明牌的 就是再去明牌大學進修 這樣的一個人生 這樣 這個也是很值得 就是家長們和小朋友一起去參加 我是一個活生生 在副學士 入治之院 就是我樹人 再去抗U星Master的例子 嗯 就是其實你說是不是 我就完全明白排大學畢業 你可愛的嘛 你也可以 所以我沒得做一個活生 所以我會有這個經驗 就是會看到 究竟一間UGC院和一間私立大學 那個分別在哪裡 就是我研究院那兩個課程 都是在八大的學校讀 還要排名都幾高 前列那幾關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很好 就是其實有對比 對比就是你資源上面的確 就是我們講了這麼多 致資院校的好處 好像很黑銷 但是其實 當然最後那個關鍵其實就是 第一 如果小朋友 就是已經這麼說了 那個同學仔 他去到真的放榜 啊 見到 我曾經都聽過一些學生就說 如果我升不到大學的話 我跳樓死了 就是千萬不要這麼想 但是當然了 為什麼要 因為他副學士 那為什麼要進大學先 第二 為什麼你一定要這麼執著大學先 第二 什麼叫做大學先 我真的問他 他說 那當然 總之入大學 第二就是說 他想有U-Live 那我就問他 你的U-Live是什麼 是的 那他就說 可以住大學 然後慢慢喝酒 喝酒 和你玩 這一個 是的 那我就說 其實你不一定要入U-G-C的大學 我想說你任何一間大學 只要有科處 其實還有你群到一班 跟你一起玩的人 就有 想體驗這件事情 都不用大學都可以體驗 他一定要叫做U-Live 他的U-Live 他想像的U-Live 是這樣的 是的 我們的U-Live 我們同學的U-Live 你沒有科處 就是我們都在大學沒有宿舍 又沒有宿舍又沒有泳池 那我不可以叫他過來這裡 是的 我們的U-Live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疫情之前 我們同學的U-Live 就是大家一齊同學 去講功課 講Low year project的時候 睡覺 是的 在這裡搞活動 在這裡做功課 做功課 這個也是U-Live 打包了那個睡袋 在實驗室那裡睡覺 我們是這一種的U-Live 我寫在圖書館通地 我就不睡覺 是的 我小時候都是 就算在科達 我都不是住宿舍 是嗎 我沒有住過科學 我也沒有住過科學 所以我們很鼓勵同學 在我們都會大學底下 是這一種U-Live 我那種U-Live 我都會讀書 但是我會是 我有參加學生 一些學生做的 會讀書 有識別的 我都會讀書 也都同時間 不修讀 根本就是 這三個都是 我不知道你從那時候瘋 U-Live很多種 你做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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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回這些去 有些例子就是 有些家長 都會說 喂 為什麼 就是同學 明明就是六點鐘就放學了 就是六點上完上一課 為什麼這麼晚都還沒回家 那這些的思維呢 我覺得就是家長的朋友 是要更新一下 就是我們讀大學 不是好像讀中學 那樣 方面沒有準時的 是的 我們是沒有一種 只是上完課 就要回家 那種狀況 其實反而上完課 最好不要回家 沒錯 當然也不是去 不是說要同學要出去 好像剛才 就是 這樣說 要出去砍酒 那些 這種我們不會鼓勵 我們不會鼓勵 但是呢 多餘的時候 其實同學在互相之間做功課的那種火花 那種交流 其實是準備他們出去未來做事打工的一種必要的社交的學習 這一種的YouLife呢 是很重要的 我們很treasure的 其實在這個大學教育裡 我用了整兩個小時的時間輔導他 就是告訴他 YouLife其實一定是這樣 這個 他可能真的看得到電視太多 我說你不要看那麼多外回家 就是因為這樣 那麼 剛才就是我們都看一下 其實呢 就是你剛才我們都很強調什麼叫大學 大學大學 其實呢 除了八大之外 其實香港呢 現在是有十一間大學 其實很老實說 以前叫八大 都不是真的八間的 只有七間 因為教育學院不是大學 但是其實現在變成大學了 終於都 還有很有趣 就是香港人有另一個迷思 就是總是覺得叫學院就差一點 就是我又要說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全世界 就是以全球排名來說 最top那幾間裡面 有些都不是叫大學的 叫學院 例如最出名的那間叫麻省理工 就不是大學 就不是大學 在MIT其實是叫學院 那他是不是差 沒有人夠膽說他差 但是當然香港人就是 永遠就覺得 一定要證明 性格 大學才叫做質素好的 這個是我們的文化 暫時都未變得 但是有時候 又要跟同學 或者家長說 就是如果你的子女 或者同學 他們最後 入了那間學校 不是叫大學的 是不是很嚴重呢 其實又不是 我會覺得看學科 真的看學科 因為例如不同的學校 他們有他們的招牌 專長 例如舉個例子 就是 你已經叫大學 計算 我們講學院 學院 例如說我們講東華學院 東華學院 其實他們 學院 其實都是出名的 因為他始終後面有東華三院 沒錯 他們實習 他們實習又在廣華 就是那個學科一定是沒問題的 是的 另外例如 明愛 都是的 Health Care和社工 因為他特別是 現在剩下那間 應該好像唯一一間有part time社工 就當專 但是如果你說part time社工 課程覺得他好一點 明愛好一點 另外還有珠海 珠海其實現在就是 其實他是很老字號的 香港70年歷史 但是他真的 Marketing做得不一般 可能很多人都 都不是很認識他 或者甚至乎 以為他真的是珠海 其實他是團團而已 是的 避到珠海 避到珠海 他在黃金海 現在他的生效是挺漂亮的 那他以前很出名的 就是兩個 就是新文系和中文系 都有U-Live 都有U-Live 他有熟成的 後來好像起不成 起不成 是起不成 他割了那個圖籍 是的 沒有U-Live 他有 但是他的新文系 以前很多亞視的人才 出了 不過亞視現在 都永恆的 在網台上 是的 所以學院是不是真的很差 又不是 但是我又要看回 但是自資大學 今次就 我先講兩間 真是比較私人的 是的 東立那間的自資大學 就交給你了 是你先 是你我 因為為什麼我要講 是東立的自資 因為其實都會 大學是政府起的 政府起的 但是他又要自負刑規 沒錯 這個定位又很好 但是他又有課程 在JUPAS裡面 是的 不過現在很多 現在很多自資的大學 其實 這三間 至少 他有些課程都願意放在JUPAS 就是我們叫大學聯招 那裡 都現在多 有一兩課是放在裡面 所以 接下來可能都會越來越多 可能都好像是一個趨勢 那我首先講了我自己 我自己沒有校 我自己沒有校 就真的歷史悠久了 那現在又是經常 另一個迷思 就是我坐的士 有時候司機 經常都以為他還是學院 樹人學院 我證明了 證明了 公開大學 是的 其實人家都升格了 九年 十六年 其實都很多年了 樹大 人家叫人大 樹大會招風 所以不要叫樹大 不要叫樹大 叫人大會型 是的 官方名稱都是人大 官方選擇都是人大 其實他現在 以前經常都 現在經常都被人說他像中學 你不要看 這個是他主校寫的 第一棟 他下面有174支莊 撐起他 其實當時就是1元 政府給了1元 1元給了這塊地皮 斜坡起原定 這個故事厲害 原定起5層而已 他就是 真是我們的先校長 和校監 就是憑著一口起 你起5層 我起夠11層 是的 所以其實他表面是5層 實質下面還有6層 所以加上11層 是依山而見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的 是的 上面7層 下面7層 是的 我們全部都是上下發展 所以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要走整個樹人 就是他現在有叫做5棟的校寫 有兩棟叫做連起來 多於我們 是的 有兩棟叫做連起來 所以如果你說他看這棟有圖書館 有床住的 是的 有兩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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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有U-Live 有U-Live 是的 其實整個建築面積 是 他應該可能都跟City 跟城南差不多 如果是計算 DU VU DU差不多 因為你走運都要 你走那麼多棟 那麼多塵都要一天 起碼超過一天 是的 然後你看課程 他就是 我想說就是現在的私立院很可愛 因為我想說首先講UGC UGC 因為始終呢他八大那些課程呢 他有他們的傳統 嗯 於是他們 對於那個市場那個 貼近的程度 或者甚至乎 現在我們講那個 要講跨學科啊 或者甚至乎職場上面一些新興的學業 他沒有那麼快的 就算是他們都貼近職場都好 他們是走研究為主 是 反而相反對比 就是要比堂仔讀呢 可能一科半科有新科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看這些自知院頭 你會見到 傳統的科他有 那麼這一系列裡面 例如說 頭那幾個文學院那幾個 都是傳統一些 常見的科目 但是呢 你看到例如說 他工商管理 以前只有一個 現在這裡拆開了三個 而這三個很明顯 他都是針對著職場來玩的 另外甚至乎新開的 心理學也是 加上輔導的 他本身這個很久了 還有他是亞洲第一個 將輔導和心理學拼買的行為 也是先的 他也是先的 因為樹人的輔導心理學 應該在輔導界是 是 還有一個 這些真是新的 就是VR 我們現在想說VR專家 是VR專家 我也不敢說 但他現在都要搞這些東西 還有所謂的 現在講大數據 大數據 大數據 應用數據科 這些就很緊貼社會 你會見到 另外 是 另外 就是恆大 恆大這間 很新 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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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都自負形規 恆大 以前的人說 恆大封水猴給他 他封完一陣子都沒有封 就是靠自己 他學費比較貴 也是 貴過你們 他很早期 但有SSC 那你都有 我們有些programs 幾萬的都 我們有SSDP OK 恆大真是貴 但是恆大又是更緊貼市幣 為什麼恆大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就是有 恆生雙學院 是 逢是A級考得很好的人 不是 會考得很好的人 想轉 雙科那班就會過來這邊 排隊升學 恆生 我們叫 那後來現在他那個舊校長 蔡康常當年那個 就去了雲欣 那現在他就另外 改組變成學院 然後再升級到大學 他就完全走大專路線了 現在他都排得很快 雙學院裡面 我老實講 其實他的決策科學學院 是一個很新穎 是很新穎的 是很新的一個課程 那我 因為他 他還要是四個學院 然後每個學院 都有很多課在裡面 是 所以我截圖算了 是 Decision Science 本身已經是一個 複製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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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真的沒有 也真的有些同學 是為了他這些課 所以 就算有UGC 都不要 就走進去恆大 或者甚至乎以前 新聞系都很多 就是因為 就算有UGC 但是因為樹人新聞是No.1 所以就走了一個樹人 以前都是這樣 其實自知院校 這些就是 你的同學都是食體招牌 你為了 真的想學習的 是 好了 那我大約簡單講一下這些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詳細講 這麼多的自知院校 反而今天我們重點又講一下這個所謂的 跨學科的課程和 是 閉校 我也算是這陣子 其實半個職員 好了 交給例學士 看看你們那邊的 怎樣的跨學科法 一個就是我自己主理的一個課程 它叫做電腦互動娛樂 永遠文學士 你看到電腦 然後有文學士 然後有互動娛樂 那是什麼呢? 其實我要講回 就是 我想在講我這個課程之前 我都講一下我們一個 我們都會大學 就是我來自創業藝術學系 我這個創業藝術學系的特色 我會說呢 我們都會大學 人民社會科學院的創業藝術學系 我們其實是under人民社會科學院的 然後有一個創業藝術學系 我這個創業藝術學系 就是可能有些家長都會留意 例如其他的院校都會有一些藝術的課程 例如有音樂 等等 對不起 有些人在這裏 我們繼續 那麼 會有 譬如說 就算是APA 或者是中大可能會有音樂系 這些比較傳統一點 我們會傳統一點的藝術學系 或者成大會有創業媒體 創業媒體 這個就比較近似我們的一個學系 但是其實 是說比較近似 都是不過是坊間的朋友 在理解我們的時候 一個誤解而已 我們其實是一個很獨特的創業藝術學系 我們其實是差不多 除了音樂 和performance arts 就是跳舞 演劇 這些舞之餘 我們其實是全香港 最comprehensive的創業藝術學系 什麼叫comprehensive 就是說我們很包羅萬有 我們在創業藝術這個範疇裡面 包羅萬有 那我們會有什麼呢 譬如說 我稍後也會提到 我們會有 Creative Advertising 創業廣告的設計 我們會有Creative Writing 創意寫作的課程 我們也會有一些Animation 動畫設計的課程 以及我們會有些Photography 或者Imaginary Arts 一些影像設計的 影像藝術的課程 電影繼續是Creative Writing一起 沒錯 這就是我用第二樣說的 那麼我們呢 剛剛我講的這些 只不過是我講的每個課程 他們的叛解 他們的叛解 OK 那為什麼是叛解 另外那個叛解是什麼呢 譬如剛才 林莫士都說 創意寫作 其實我們會黏著的 我們不只是叫你進來讀創意寫作 創意寫作 大家會想說 寫小說 最傳統的 創意的寫作 小說的創意就是創意寫作 作詩也可以 對 作詩 就是文科 為什麼會在創意藝術上 不好意思 我們為什麼會在創意藝術呢 我們是全香港唯一的創意寫作學系 是放在創意藝術學系的 創意寫作的課程 是放在創意藝術學系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除了創意寫作之外 其實課程的名字叫做 創意寫作 創意寫作 Fame Art Fame Art 電影藝術 那為什麼要 這兩個東西 怎麼大難請賣 的感覺 其實不是的 原來呢 我們不讀這個課程的人 其實是不會知道 原來我們現時 新媒體的圈驗情況下 其實我們創意寫作 已經是極度融入了 在拍電影的藝術裡面 電影包括很多 我們平時彈音樂 大概兩個小時的電影 現在的短劇 短Shot Frame 我們叫做幾分鐘 甚至現在開始Youtube IG都有的 再短一點的 Youtube Shots 一分鐘的 那中間其實會有一些 在越短的時間裡面 其實你可以說到的事情 是越限制的 我們其實就是教創意寫作的學生 怎樣將創意寫作這件事 拿去在電影藝術裡面去應用 就是寫什麼呢 比如說劇本 我們就算拍短片也好 我們都要寫一些narrative 寫一些 比如說 這位歌手要講些什麼 我要講些什麼 那怎樣可以在短的時間底下 講到最濃縮的東西 最有creative的東西 可以引人笑 引人enjoy這件事 其實就是跟創意寫作有關 嗯 我們其實就是storytelling 用寫作 用narrative 去表達出來 那個敘事 那個敘事 所以我們進來的同學 他除了要學真的 落筆創意寫作之外 他更加是要去在fame art 那方面 他明白到我們怎麼做 電影的創作 我才可以去 譬如說 做節目 去做拍電影 我是一個導演的時候 我怎樣可以利用 創意寫作 帶給我的東西 去融絡 去 在電影的創作那裡 那這個已經是我們 within 我們creative arts 學科裡面的 一個科學科 那是 within 我們creative arts 層面上的科學科 另外就是可能 講到animation 傳統我們做animation 大家最最最最最常見的 日本動畫 或者甚至打機 有時候會插一些短片 那這種製作 都是的 對 那些都是的 或者天竺水車車 這樣 這些大家都認識的動畫 那天竺水車車 可能就會是一個 我們叫做stop motion 技巧做的動畫 這樣 那我們都會有教 我們叫做另類的動畫製作 除了去典型的一種日風 2D 3D的動畫設計之外 那但是我們也是 我們動畫學系 不只是畫動畫的課程 我們還有visual effect 特效 OK 視像特效 那什麼叫visual effect 什麼叫特效呢 那就是 譬如說我們會看電影 大家剛剛又上了畫 雷神4 雷神4 之前賽之前的 Doctor Strength 奇異博士 這樣 你看到那些很fancy的 招來招去 那些 奇異博士的環 這樣 這些其實就是我們說的特效 OK 這些特效其實都是一些動畫 但是呢 他跟我們剛才說的日系風格的動畫 譬如說喜洋洋 或者是一些 什麼 譬如國安資歷金術師 那些 譬如說千鵝鵝鵝鵝 那是另外一種東西 他是 不完全是一個虛擬的動畫 他是要放在 拍下去跟一個真實拍攝的環境底下 那段影片是互相混合的 再加六幕 再加六幕 有些六幕拍攝 所以我們的同學 是這兩邊的東西都要學的 那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是一個 within一個學科裡面 的跨學科的補程 那其實我們 都幾受歡迎 是很受歡迎的 其實就是你只懂得整個3D model 只懂得畫畫 是不夠的 我們是provide給我們的同學 就是更加多一把利刀 進來去選擇 就算你以後不是做微笑效果的 但起碼我可能進入一間公司 做製作的時候 我可以跟做微笑效果的藝術師 去溝通到 我懂這些事情 我知道你有什麼原因 你要這樣做的時候 我可以大程度上配合到你的工作 現在是廣告 也是特別多廣告客 沒錯 另外我就是要說我們廣告系 就是我們的廣告系 我們不是放在marketing的角度 我們不是放在business school 那裡做marketing的廣告 我們 當然我們會教同學 如何去賣廣告 但是我們是用媒體設計 graphic design 的那個angle 去教同學 如何去賣廣告 我們的 final year project 其實通常都是 我們會幫一個 幫一個品牌 我們去做 重新塑造這個品牌的形象 利用我們的 design 利用我們的 所以他們除了是說 會做一些 graphic design 的時候 他們甚至都會拍一些短片 所以他們也會拍片 拍一些廣告片 這樣 會做一些 比如說社交媒體的 新媒體的設計 這樣 會幫助他們 去重新把這個品牌形象塑造 那這個就是我們學系課程的 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都是一個叫做跨跨地學科 因為它都牽涉到一些marketing 一些business的東西 那始終你要知道那個營商 你才可以 你了解到營商 了解到那個用戶口味 你才懂得怎麼做廣告 是 那這個都很重要 我們進來會學的東西 那 舉我自己最後 我自己的學科的例子 再誇張一點 我們一個creative class 就是一個最大的突破 這是一個很新型的program 就是 近年你會見到 周街特別是香港政府 都會跟大家說 我們要做什麼 藝術科技 周街你會聽到藝術科技 就是art tech 藝術科技 你還批很多錢出來給我們 對 但是呢 其實我們創業藝術科學系 看東西是很前瞻的 我們其實在2018年 就是我們籌備的時候 其實2017年 我們已經見到藝術科技的發展大方向 我們在政府美國 藝術科技的時候 我就已經率先推出了這個全新的過程 我們叫做電腦級 互動娛樂的原本博士 所以我們就沒有用到它那個什麼 就是art tech 沒有藝術科技 這些這樣的 terms 但是其實 講白一點 就是 我們會是focus 在互動娛樂方面的 藝術科技的學科 OK 所以你看到我們這個學科 不只是我們創業藝術學系去搞的 我們聯同了 我們其實是聯同了我們學校的 科技學院的電腦學系 是做一個合辦的全新的課程 同學進來 他就會除了在我們創業藝術學系 讀一些設計的東西 怎麼做一個 互動娛樂的創作之外 他們更加需要的是 在電腦學系那邊 讀很多譬如說 鋼桂明 做電腦編程 或者人工智能 電腦學習 這些相關的課程的學習 在那裡 以致應用 這些不是說學你做些什麼 是學你應用在做互動娛樂的創作上面 怎麼應用這些科技 去幫助我們做到互動娛樂的創作 這樣 OK 有趣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今天特別地 林博士之前的頭一半要講 副學位的介紹 就是我們這個課程其實 不提供 不好意思 不提供任何JOPUS的 暫時 認解DSE的同學 是報不到的 是報 以後有機會報 現在這一刻報不到 他要先進副學位 首先需要進副學位 我們需要進了一些 可能跟創業媒體有關的副學位 又或者跟資訊科技 或者電腦科學有關的副學位的課程 我們每年其實都收很多來自不同院校 升上來的 行接上來的同學 我們其實是一個兩年的全日制課程而已 同學進來就已經是年三年了 OK 他就會讀兩年的課程 然後就畢業 會不會好講 只有兩年 其實老實講 這個又是一個迷思 有一個都市傳說我要去提醒的 就是 很多坊間的朋友們 都會覺得我們前公開大學 現在都會去大學的課程 都還是那些 我前幾天才被司機問你 叫的士師傅問我 你是不是跟那些 是不是教那些五、六十歲的 的朋友仔上課 我們原來不講不知 北京不覺這麼多年 都會去大學的發展 我們現在已經是全香港 收入全日制課程的同學仔 全日制面秀課程的同學仔 已經是全香港第六間大型的大學 就是 人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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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學校的出名度 當然是 人數計 我們有一萬個 全日制的本地學生 不是本地 非本地 面秀 面秀 全日制的學生 那麼我們的課程 也都很 例如剛才我們也介紹過 很緊貼業界的需要 大家可以想像 當我們很緊貼業界的需要的時候 課程 其實絕對不會輕鬆 以及絕對不會很容易就會過關 所以 就不會說 會不會 大家可能 就是這樣說 大家都有這個課程 會不會UGC那些難一點 挑戰度高一點 我們的課程 簡單一點 同學仔容易畢業很多加 對 我以前覺得 MU 以前公開大學的課程 好像二入 但其實一定難出 難出 那個標準是 抗U那麼高 沒錯 要畢業真的很難搞 所以我經常都跟同學仔 上來講 就是說 你不要預期我們進來之後 就很輕鬆 我們兩年的課程 特別我們是想要訓練一班 就是很能打的精英 出來打的 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們同學仔 畢業出來這麼受歡迎 我剛才也提過 剛剛開始的時候也提過 我們畢業生其實最高紀錄是找到 23,600多人 不是說 這個之後下一個就是萬多了 不是 OK 其實之後也會有很多 譬如說 二萬鬆一點 一萬九 一萬八 這樣的同學仔 都是很不錯的人工的 畢業 正正是因為 我剛才也說 僱主反而喜歡我們的同學仔 因為他們很大膽 OK 因為他們是真的 這兩年的課程裡面 他們不停是會很 我們叫做很緊密的課程 還要是我們兩邊都要學 其實簡直是一個左右腦都需要的訓練 所以 絕對是很挑戰性 而且是緊貼我們業界需要的 好 林博士有沒有什麼補充 甚至乎怎樣為之業界很需要 我們現在做互動娛樂的創作 我們都會用到一些遊戲引擎 我們會用一些遊戲引擎 幫助我們 遊戲引擎不是真的一個引擎 不是真的一個引擎 我聽過一個笑話 他以為是搬過汽車人 不是 OK 遊戲引擎 其實我現在很不喜歡用這個遊戲引擎 有誤會 是的 人們就會誤會我們 第一誤會我們是真的一個引擎 第二也會誤會我們就只懂得進去 我們都會重新 為什麼呢? 有些同學生都會問 為什麼你不要遊戲設計 你進來是不是不是做遊戲 其實 遊戲 其實遊戲 是其中一種互動娛樂的表達方式 我們希望我們的同學生進來 不是只懂得做遊戲 OK 我們往往 我們畢業的同學生 可能家進也會有這方面的誤會 就是 你不是只懂得做遊戲 香港有什麼遊戲可以做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有錢呢? 這個又是一個錯誤的迷思 就是 其實我們學習做遊戲 或者做互動娛樂的過程當中 其實會學到很多技巧 這些技巧 其實可以用得回 不是只說在遊戲設計 或者遊戲創作那方面 我們的遊戲 我們會說的就是 它可能幫助我們做到一些很 serious 的 application 我們叫做 認真的創作 可能中文這個比較難聽 但是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就是 我們會有同學生 是去了 譬如說香港大學 做 innovative education 的部門 嗯 他們會幫大學去設計 幫他們其他課程 譬如說他們的醫學部門 他們的心理學部門 去設計一些 跟教學有關的 應用出來 譬如流行 用VR AR的形式去表現 那麼我們的同學學完這些技巧之後 其實就會去到這些地方呢 去到這些地方那裡做他們的創作 幫這些機構去做一些創作 其實我覺得一個再普及一點的例子 就是譬如我們現在 政府其實經常說做博物館 沒錯 又鼓勵一些行家做虛擬博物館 沒錯 甚至乎他們自己的館裡面 都一定要搞數碼 故公博物館 M plus 要搞VR 甚至乎接下來的東九龍文化中心 對 KCC 甚至你現在發覺就是說是一些文物境 例如你看中山市境 或者一些旅遊景點裡面 它會多一個QRU局 沒錯 其實它就是透過這些技術 AR AR VR 其實透過這些技術 其實是做一個傳播知識的一個 給公眾的一個這樣的譯動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說就是做遊戲 其實這些技術 因為我們可能就是 以我就是打算打遊戲 就是手機 或者甚至多電腦打遊戲 但是其實現在這種技術 就是反而 純粹是一個概念 一元宇宙的開發 絕對就是需要我這個課程 和我仔的製作 所以有時候我們 遊戲要跳出一些的框框 就是打遊戲也學到東西 打遊戲的技術本身其實也是一種高的技術 很高難度的技術 這個社會裡面不同的層面 沒錯 那麼我們就跟 又是了 剛才也說了 很不喜歡遊戲引擎 因為現在遊戲引擎已經不只是用來做遊戲了 我們做很多很認真使用的 不同行業都會用到的 的程式 的開發 我們都跟這間叫Unity的遊戲引擎公司 做了一個合作 我們其實就是他的 academic alliance的成員大學之一 那你講解這個是什麼 UAA 這個其實就會講一下 對於同學有什麼好 其實我們的課程都經過 這個遊戲引擎 官方都有認證到 那麼我們做了這個成員大學之後 我們是可以免費給我們的同學 除了拿我們的證書之外 畢業會拿到我們的大學證書 那麼我們更加是會有 這個當然了 行業的嘛 Unity其實就是行業的遊戲引擎 行業認證的一個證書 那麼令到它是可以兩者兼備 就是行業都認證了它會考過行業認可的試 然後拿到證書 那麼變相令我們的同學出來找工作的時候 就更加有多一把尼刀去受行業認證了 那麼這個也是我們都會大學 一向都很堅持要發展的方向 就是行業認證 那麼另外 都給大家看一下 課程結構 是的 課程結構 那麼你都會見到我們會有一些創業藝術的學科要讀 電腦的學科要讀 甚至乎是User Experience 即是現在一起講 UI UX 的設計要讀 一些拿來我們做程式開發 都需要的 這些一定要的 就是你讀這樣的科學都有的學科都會讀 那麼所以是一個非常之完全科學科的組成 那麼也都可以是 完了也是 我們有Master 就可以給大家 或者其他八大Master 都是會有一個星學階梯 我要說一些就是說 你現在自資院很多 都有研究員 是的 沒錯 基本上就除了八大有研究員 當然很多的學生 他會受選 都是八大研究員 也是真的 但是其實 你會留意到就是說 例如我剛才說的三間 包括都大的三間自資院後 樹仁 恆大和東大 其實他都有自己研究員課程 他都有Master 10月Data 樹仁 甚至乎現在是 都大有 我知道是有所謂的研究生 研究式的研究生課程 是 而樹仁也有 是 那麼 恆大其實現在是準備在搞的 是 有的了 恆大那個Discount Science 是 剛剛教了一個 研究生課程 所以其實 剛剛就是想舉例這個 這個是我們一個 其中一年的學生的畢業作品 嗯 我們做這個創作的時候 除了 其實它是遊戲的形式 但是其實它不是真的玩的 是遊戲 它真的是 我們平時的學車 那麼這個學車的計劃 現在已經 我們已經是 學校拿了政府的 Funding 研究基金 成立了一個科研項目 去繼續也都聘請 當年畢業的同學生 有機會可以一起去做這個科研項目的 其實 那麼這些就是我們 我們大學本身 為什麼一間大學這麼重要呢? 就是我們要有科研 我們才可以利用了科研 互相促進行業的進步 以及課程的更新度 那麼除了科研之外 我們大學在前幾年開始 也多了一些創業的資助 以及鼓勵同學去 用他們的創意 來做創業的資源 那麼我們學校也有一個 以前我們叫Open Inno Challenge 現在改名之後 就叫做Metro Challenge 那麼我們叫做會創點 會就是都會了會 創就是創業的意思 那麼我們大學會有資助 會有比賽 那麼我們去年 我們的畢業 我們的同學生 都成功獲獎了一個 用一些技術 VD printing 去想了一些創業的想法 都成功在大學拿了10萬元的創業資助 那麼我們同學生 除了在大學裡面的創業比賽 在外面其實都拿到一些創業比賽的資助 其實 那麼所以這兩方面一個科研的發展 創科的發展 以及出來做的就業的發展 其實都是我們課程 三者兼備的 給同學生的發展方向 是的 好了 或者去到這裡 我們聽了這麼久 都剩下一點時間 今天我們不如也給朋友問一下問題 是的 是的 黃姑娘你需要進來嗎 是的 大家問一下問題 當然也可以開咪 或者在checkbox那裡 聊天室到打問題 或者你想透過黃姑娘我們轉達 都可以的 是的 可以在WhatsApp問她 又轉達這條問題 我們也可以 是的 圓宇宙這件事現在都在香港的發展如何 圓宇宙呢 就很複雜的 是的 其實都需要很多FOEA的配合 但你們已經是開始預備了 我們預備了同學具備去發展圓宇宙的技能 是的 我們展望的未來 另外就是 還有藝術科技方面的發展 我們其實跟東九龍文化中心都有一些很緊密的 就像政府的 剛剛重組了文化 不知道什麼 我也還沒記得那個廚 文化嗎 什麼清廉什麼發展局 是的 以前的局叫HAB 我們叫文青局 以前叫HAB HOMA FAIR 他手底下就是康文廚 我們其實跟康文都很緊密的接觸 和互動 其實 有些朋友會問 例如說 例如說 這些所謂跨學科課程 阿學不是一定要 某一個學科背景的人 才可以讀得 例如我在中學不是讀這些 就是 當中學都沒有這些科 那怎麼解決呢 例如說 我本身是 我是讀Art的 但問題是 我真的不懂電腦 那怎麼辦呢 我們呢 其實 第一進來會學 當然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鼓勵同學之間互相合作 我們的教育 其中一個理念 這個基礎是 因為我們始終都說 人總是沒有十頭元 現在還要說 你兩邊都要學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 stress 兩邊都要學 的原因 不是要跟學生兩邊發刀都好 十分之利 這樣 總有一邊是頓一點的 我們都承認有這個問題 但是 至少你要知道另外一邊的東西 你才可以更加有這個溝通 可以跟那邊都利的同學做一個合作 因為 其實我們往往見到的就是 外面很多公司都會反映這個 以前有很大的問題 譬如我請一班programmer 不同IT出身的朋友出來 我製作一些東西 那我也需要一班設計師 因為 如果不是 我的作品 就是我的東西特別 遊戲 玩弄娛樂 現在就算不要說遊戲 我製作一個app 其實都需要全力 因為我們講用戶體驗 那些東西會噁噁噁的 不會人中 是 往往這兩班人的做事的模式 以及他們的思維 其實都是會令到大家溝通不了 所以就吵架 合作不了 那就很麻煩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 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在於 原來我們是需要這兩批人 是互相理解 我們要跟理心明白到 為什麼 因為你要識到他的想法 他的思維是什麼 你才會營造到你的同理心 明白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你才會套用到他的工作模式 我怎麼可以配合我自己 和他合作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出來做的 是很需要的一件事 其實 變相我們經常都跟這些同學說 我們不是要求你出來之後 你又要是一個programmer 你又要是一個artist 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都開玩笑 這樣說 精神分裂嗎 這樣 太不同的思維 是的 但是我們不排除真的有這些天才 是的 但是少有的 那是否這樣就會拋不了業 或者很差呢 覺得你不是的 我們是要講究團隊合作 我們會 經常都跟同學說 你不要幾個朋友 就是一群組 你要看看大家的能力值 是不是互相匹配到 我們很鼓勵group project 所以我們譬如說一個四人的group project 我們會要求他們會找一個人 是專門負責做art direction 我們的美術指導 他們的藝術指導 做一些藝術創作的東西 會有一個人專門製造系統設計 專門設計程式等方面的功能 亦都要有一個是幫忙做project management 這些這樣 那所以 那個組成 我們就要是大學的時候 就是年代開始要他們這個外面工作模式的那種組成 那變成我們的同學一畢業 就算他沒有做過internet 也好 沒有出來實習也好 他已經很get used to 這種這樣的創作模式 工作模式 那所以一出來 就很comfortable 外面的工作環境 其實就是這樣 我有些家長的朋友都會問 可能我的小朋友現在都還小 可能初中 甚至小學 其實我們聽了這麼久了 現在的職場發展是這樣的 即是原來都開始 即是你沒有辦法好像走向一科專科 好像越來越複雜 甚至乎我們叫混合那種模式 那我應該怎樣去 教導我小朋友 或者怎樣去幫他慢慢裝備他上來呢 我覺得現在DSC有一個挺好的 雖然我覺得 對很多家長人或者小朋友來說 都是一個頭痛的點 你都需要選擇科 學校給的科都limited 雖然頭痛 但是其實將這件事 帶進去一個中學的教育裏面 是都迫大家開始想 其實我們選擇的科 互相之間 是不是又真是 完全無縫無縫的呢 如果真是一些完全無縫無縫 沒有來搭配的科目的話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科 我們選了之後 會幫助到我們未來去選擇 這些科學科課程會有幫助呢 這個其實我們都需要思考的 還有譬如說 好像我現在都 就是我們學系內 其實都開始經常去想什麼 就是 譬如說真的很文學的文科 跟我們很電腦 很科技的科目 是不是又真的完全無零火花可以拆出呢 原來現在又不是的了 譬如我們很多一些虛擬實境的東西 我們可以幫助一些 做一些系統出來 幫助一些文學作品的 appreciation 那這些都是未來的一個社會 世界的發生的大方向 那所以其實 就是 回到剛才那個問題 現在我覺得 要將這個問題再提前去想 我們讀中學選DSE選科的時候 我們都要獲得這個東西 或是這個mindset ready 那家長是怎樣的 我那時候 我對著現在他們讀的東西 我都不太明白 其實我覺得呢 家長都不妨尊重 都要尊重同學自己本身的興趣為存 始終我一直都會覺得 你讀一科 你沒有興趣 但是大家覺得 很有淺套的科目 你可能會讀得不好的 其實在最終的日子 你會沒有心機去讀 沒有心機去讀 自然就會讀得不好 讀得不好的時候 然後那科有幾個淺套 都未必有關你的事 很老實 就是你可能都 別人當然選擇那個 整個好的 那所以其實 應該要在中學的階段 都要探索一下 同學生自己本身的興趣 在哪一處 這個是尤其重要的 其實 我自己也會有時候 鼓勵一些 做爸爸媽媽的朋友 他們呢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 所謂媒體的世界 那你真的有時候 除了看電視之外 你真的要接觸一下 YouTube的 嗯 Facebook已經是落後的了 看多一些 因為YouTube真的有很多 你要知道 網絡上面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 也有朋友問 如果 high deep轉星 degree 可不可以直接由ER 是的 high deep如果轉星 degree 其實我們 一些全四年學制的課程 當然我的課程就沒有 因為剛才也講到明 只是一進來一定要是year 3 那 而就一進來要是year 3 那就是大家可以想像 就沒有SSDP 一定沒有SSDP 有些科目都好像你的課程 其實他只是提供year 3 是的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學科 其實都是會分別 是可以進入year 1 year 2 和year 3 其實甚至乎是我們老師 都會看回同學進來的成績 我們有幾方面考慮的 成績 他讀了些什麼 讀的學科的背景 去考慮 我們究竟是給year 2 還是year 3 的offer 那同時也有些 同學可能是 我舉個例子 他可能在high deep 是讀一些 譬如說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的 或者幼兒教育的 譬如說 但是他在讀幼兒教育的過程當中 他就發掘到自己 原來對設計動畫是很有興趣的 因為你可能要做一些動畫畫給小朋友去讀 那麼他想進來讀我們動畫系 那麼你真的完全沒有受過訓練 那麼我們不會拒這些學生於門外的 那麼有機會我們就會提議他由一個year 1開始讀起 所以都可以的 那麼只要你year 1讀起的時候 你就會享受那個SSSDP的資助力 當然 當然有quota 跟院校 就是這件事其實都大不少一點 例如你書人這樣 如果你本身讀high deep 或者亞蘇格科 跟你上升的科 是直接關係 甚至乎是一樣 是同一個系統的 那麼多數都會先考慮你在高年級那裡入學 沒錯 就是year 2或year 3 那麼當然 有時候也會看成績 例如我是歷史系 上升歷史系大問題 我副學士的GPA只有2點多 就是你的成績真的差一點 那麼就可能安排你由year 1去讀 是的 甚至乎對口的科就會是這樣 例如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 DEP的 他很想在藝人讀漫畫 然後在DEP的high deep讀設計 然後他突然很想做創作 於是乎他去了樹人中文是升 然後他就由year 1讀起了 因為他完全是對科目 但他仍然會想收他的 對科目呢 如果你是一個香港受刑的high deep 和阿蘇升上來大學的話 你對科目的話 你還會享受證股給你的學費減免 是一個三萬多元的一個學費減免 減了之後更便宜 有些學費比UGC更便宜 其實不要說NN 那個叫做NNTSS 是學券 那不要說NNTSS SSTP減免之後 我們有些學科其實只是給幾千元學費 對 很誇張的 一定是比UGC更便宜 以前我們沒有這些 對 再加上剩下的那些還可以申請關 對 這個還有另一筆錢給你拿 對 就是我經常都跟這些同學說 你說沒有錢讀書 只要你有一個窮 在家裡 你過到那個審查 你可以申請關係不用給學會的 其實現在浪邊的息口都是很低的 對 他全港最低息的借錢機構 對 分分鐘 就是你去投資回來的錢都不止那個 對 這個賺 對 對 所以都 這個也是給家長一個消息知道 其實有很多方 還有進來我們還有很多scholars 對 一些不同種類的scholars 當然不是每個人拿到 但其實都是有很多scholars 可以給同學生申請的 往往是我們叫這些同學生 喂 有證了 快點申請 因為資源就放在這裡 資源就放在這裡 但是同學的心態就是 你進去一間自資院校裡面 或者是私下大學裡面 很小啊 中學啊 這個什麼都沒有啊 還是其實只要留意 還有很多錢 不要覺得自資院校生一定很貴 其實是 可以很便宜 可以便宜 其實是 現在是更加是 沒錯 因為政府是鼓勵大家去 就是不只是馬上湧進去 所以他給了很多資助 我們自資源校 是去降低我們那個 營運成本 降低的學費 其實甚至乎 真的不只是說自資源校 其實你 其實應該這麼說 一個學生 進去任何一間學校裡面 沒錯 只要他真的要放大 放大廠商 放清楚究竟這些資訊 其實每年 學校一定是有一些 電郵出來告訴你 是 究竟有什麼可以申請 有什麼錢可以拿 究竟有什麼requirements 要達到什麼 全部都放出來 但是很多同學就是不看了 然後就錯過了很多 其實他們本來可以拿到的東西 然後就說很貴 四年學費很貴 沒有什麼都沒有 沒錯 其實留意多些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 委託 exchange 錢是可以拿到的 沒錯 好啦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有問題 其實都 可以的 找coni姑娘 他可以會真的 對不起 一定ERV入 才有資助申請 CIEFS那個 那我的課程 因為我的課程比較特別 因為他本身就沒有開 一和二的課程機 所以如果你只要是一個 就是關事的課程進來 relevant 我們叫做 歷史算不算 歷史就 歷史就勉強一些 什麼叫關事 舉例 譬如說一些創意媒體的課程 或者本身是一些讀IT Multimedia 電腦學科的課程 那都是可以自動 扣減了NOTSS 你那個是藝術的 你那個是藝術的 是的 設定類呢 設定類 我們就要看你的transcript 就是你 可能都會有關係 你讀過那些科有沒有關係 那些科是不是有關係 是的 因為通常這些是說一個credit transcript 不是的 但是我們會有 我們會有一個比率要求 什麼為之一個是關事的學科 因為始終是跨學科 所以我兩邊都可以 那我們就要看比例 是的 那我們做case by case去處理 那經過學費 經過學券的扣減那三萬多元之後呢 我們兩年的學費 加上總共呢 是九萬九千幾十萬元都不用 好便宜 好便宜 還要想進來還有機會獲得獲得 是 好便宜 真的很便宜 現在UGC也要四萬 是的 沒錯 每年都是四萬二 還有我們學系呢 剛剛有一個新的實驗室開了 是的 好像聽聞 還有聽我的同事說 為什麼是起科的 是的 我們就是學習優先 我們覺得 是的 幾月申請 現在不是申請 快要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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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申請 不如現在申請 如果不是就明年了 是的 我們每年其實是十一月底十二月左右已經開放 接下來的學年申請 這樣 所以就 八月三十 到七月底 沒有七月底 現在還可以的話 現在還可以的 所以就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歡迎快點申請 是的 廣告其實是十一月開始 廣告就已經 就可以開放申請 廣告 廣告 廣告多數都是 都是這樣 廣告都是那個時間 但是當然不同的 對 我都給大家一些資料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打電話來找我 電郵來找我 都可以歡迎大家 隨時來找我 是的 這樣 你可以 卡錄下 這樣 OK 好再見 拜拜 拜拜 如果大家有興趣收到更多親戚教育資訊 或者參加有關活動 歡迎大家繼續追蹤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或者YouTube Channel 稱協家長傳導網